中国的建筑一直是,被世人称道的对象,从故宫到鸟巢,世世代代都在创造着奇迹,在上海,这个震惊中外的建筑,其化朴朽为神奇的技能,再次惊艳了世人,它就是上海天马山世贸深坑酒店。 顾名字已是一个建造在坑里的酒店,这里原本是一个深达八十米的废弃大坑,坑壁上岩石临巡,无黑的坑底看着让人心里发出,据史料记载,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,再次占领了一座采石场,经过数十年的开采,使这个坑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大,周长近千米。 解放后的中国,忙着经济发展,根本无暇顾及这个巨大的伤口,直到2006年的时候,上海世贸集团的领导,发现了这里,决定充分利用它的价值,建造一个独一无二的酒店,因为特殊的环境,建造难度可想而知,由于当时技术有限,没有马上施工,而是开始面向全球招标有能力的建筑师,历经了近十年的修建, 终于在2016年竣工完成,把这道城市的伤疤填补上,建成了全球人工海拔最低的五星酒店,也因此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,据说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建筑团队,是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的原版设计人马,甚至连美国国家地理频道,都被它震撼,建筑面积达六万多平米,充分利用深坑岩壁的曲面造型, 总共21层地上两层,地下至水面17层,水底两层,300多间客房,包揽各种风格,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水下情景套房,除此之外,酒店还配备了攀岩泵级等刺激娱乐项目,游乐园泳池餐厅更是一个不少,简直就是一个集旅游娱乐住宿,为一体的综合建筑,来到这里的人,想必足不出户, 就能玩了乐此不疲,这里濒临舌山旅游度假区,所以每到节假日,酒店都会爆满,曾经有日本人到此居住,称赞到这种巧夺天宫的建筑,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,你们喜欢这个深坑酒店吗?